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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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知道呢 比如EB1要批准 一般要几百次引用 当然你还要有文章啊 论文发表啊 审稿等等条件 这一般都是必要条件 另外呢 如果是NIW对科研人员专业人士呢 你一般需要几十次引用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自己和同事的具体的情况 我自己呢 这个原来是通过NIW在很多年前拿到绿卡的 我是在毕业以前 还在上学的时候提交的申请 目前呢 我有超过三百次我的论文的引用 我是北达化研系本科毕业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拿到的PhD学位 然后呢 在NIH做过几年的博士后 然后在乔治成大学拿到的法学博士JD的学位 我的论文呢 发表在一些期刊上 包括Unquantique Me 就是呢 在德国的应用化学期刊 是欧洲最好的化学期刊 另外呢 还有Tetrahedron四面体著名的化学期刊 还有呢 美国的呢 有一个叫Organic Leiters 这些呢 都是有机化学的 另外呢 有一个叫JBC 生物化学的期刊 那我的专长呢 至少在做科研的时候呢 包括化学 生物 纳米 核酸 DNA损伤 环境 还有核磁共振 分析等等方面 我的若干位同事在我们律所一起工作的呢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杨谦博士呢 他是通过EB1A 杰出人才拿到的自己的律卡 他呢 有近两千次的引用 有很多论文发表 他是西安教大本科毕业 在浙江大学浙大拿到的PhD 然后呢 在德国做过博士后的研究 在美国中西部以及马里兰大学 也做过博士后研究 目前呢 他很快要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 他的专长呢 包括有化学 材料 高分子 还有膜 分离 这个表面 工程等等 那么他的工作呢 发表在一些著名期刊 包括Langomere Chemistry Materials Journal Materials Chemistry Journal Membrane Science 等等方面 我的另一位同事张元元博士 他的论文呢 有超过700次的引用 他也是通过EB1A杰出人才拿到的自己的律卡 他是北大生物系本科毕业 名利苏达大学的PhD学位 然后呢 在NIH做过博士后科研 他的专长包括生物 内分泌 新陈代谢 糖尿病 肥胖 分子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还有生物医学等等方面 他的论文呢 发表在以下一些期刊 包括Diabetes JBC 著名的有PLOS1 FASEB系列的 还有这个生理学 Physiology Endocrinology方面的这个期刊 我的另一位同事 王威博士 他的论文呢 有近千次 900多次的引用 曾经是河南省化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那个时候呢 全省一等奖只有两人 河南省呢 有近亿人口 上亿的人口 一共呢 只有这两个人拿到一等奖 他呢 也是通过EB1A杰出人才拿到的自己的律卡 王威是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PhD 然后曾经在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 他的专长包括有机化学 尤其是合成 还有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 催化 结构 化学生物学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 王威博士还有艺术方面的背景 他曾经是北大芭蕾舞团的成员 另外对其他一些艺术形式也非常熟悉 他有第一作者的PNAS的文章 另外呢 还有JAX Unguantikame ACS Chemical Biology这方面的论章 我们另一位同事 傅晓博士 他的众多论文呢 有将近500次的引用 他是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博士期间 被选派到美国来留学 到NIH做科研 然后呢 在美国做过多年的科研工作 他的专长呢 包括有生物工程 医学图像 生物物理 材料 纳米等等 然后呢 他有三篇Nature子刊的文章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另外呢 还有多篇 包括JAX ACS Nano Small Advanced Materials Biophysical Journal 等等 这些期刊的论文发表 那么上面呢 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就是在我们律所工作的 有五位博士 有几十年的科研经验 专业经验 加起来呢 有将近5000次的引用 发表的论文 审稿经历 尤其是读过的论文 不计其数 那么我们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可以了解 懂得你的科研工作 可以更好的帮助你来准备你的申请 那么大家知道呢 在科研领域嘛 这个跨界的 所以呢 不是仅仅局限在 上面我们介绍的这些专业领域 我们的客户 比如说除了 化学 生物 生物医学 材料 纳米等等领域的呢 还有包括物理 电子工程 计算机 数学 统计 Data Science Bioinformatics 临床医学 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环境 商业 社会学 政治学 其他文科 还有艺术类 体育类等等等等 很多专业 我们个人呢 还有我的同事们 应该在学术界 工业界呢 有广泛的联系 举例来说呢 我们过去宿舍里面 同宿舍的室友 在宾七法尼亚大学的医学院工作 还有一位呢 是厦门大学的教授 还有一位呢 在美国做计算机的工作 我的同系同年级的同学 包括有匹兹堡大学的教授 印尼安纳大学的教授 路易斯安纳大学的教授 肯塔基大学的教授 波士顿大学 北卡大学 香港大学 同济大学 等等的教授 还有一些在著名公司 比如Amgen Pfizer Murk 3M 西门子 Intel 台积电 等等很多公司 还有呢 在做比如说 轻能源汽车 环境学 营养学 等等的学术 或者工业的科研 那么我们希望转达 提 希望这个Deliver的这个Message 就是说呢 我们比文科出身的律师 更丰富的 我们认为更强的背景 比没有博士学位 不是名校毕业的律师 没有多年科研经验 包括博士后经验的 这样的律所 相比之下呢 有更多的长处 亮点 专长 是吧 前面提到呢 我们律所已经有十年经验 我们有无数的批准案例 有的申请人也会问到我们工作的情况 我自己呢 每一个case呢 也都会沃扛 在提交以前 另外呢 我们也有我们同事们的合作 每一个申请人的case呢 都有不止一位工作人员 互相补足 帮助准备申请人的工作 那前面提到呢 我们律所还有多位 有硕士学位的专业人士 还有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同事 另外我们还有 Intense 这个流动性比较大 所以呢 曾经有过 比如来自 MIT 芝加哥大学 乔治成大学 等等名校 还有一点呢 我们自己有过 EBYA杰出人才 NIW国家利益豁免 还有O1 H1B PRM 亲属移民 J1 J1豁免 等等 这些方面 办理绿卡和签证的亲身经验 总体来说呢 希望呢 经过我们的介绍 对我们的律所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的同事 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叫 五位博士和五千次引用 好 谢谢